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今天是2023年10月20日星期五 农历九月初五 我是主持人Aster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Yudi 下面为大家播报第一则新闻 南西雅图的现任市议员 正在捍卫自己的席位 而她的对手是最近反对 在该地区扩建无家可归者收容所计划的社区活动人士 市议员塔米·莫拉莱斯面临来自胡青亚的挑战 她在西雅图中国城的国际区的自家酒店工作 胡青亚还是中国城国际区社区观察的领导者 该组织者在该社区展开安全寻接和外联活动 莫拉莱斯于2019年当选 她此前是雷尼尔海滩行动联盟的社区组织者 以下是第二选区两位候选人 在政策上的一些显著差异 首先在SODO庇护所提案方面 去年胡青亚带头抗议县政府的一项提案 该提案将大幅扩建SODO 靠近唐人街国际区现有的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她认为该社区最近承受了太多建设项目的影响 而且没有就该地区就该计划进行充分的咨询 该项目后来被搁置 莫拉莱斯最近告诉KUOW记者 她同意有必要开展更多的社区外联活动 但她对于取消该项目的决定感到矛盾 因为经线还需要数千个避难床位 再来看税收和预算方面 西雅图预计2023年一般资金赤字约为2.5亿美元 在接受XEALS记者采访时 胡青亚表示 在考虑新的税收措施之前 有必要分析西雅图市当前的支出 她说她暂时不确定哪些项目可能需要消减 莫拉莱斯告诉XEALS记者说 该是需要新的税收来帮助解决无价可归者 和缺乏经济试用房等问题 莫拉莱斯说 我愿意要求我们的公司和大企业支付他们的份额 营地搬迁 莫拉莱斯告诉XEALS的记者 她反对强拆无价可归者营地 她说现在没有足够的地方让人们去 与此同时 Tenia Wu 胡青亚 上周在一个关于无价可归者问题的论坛上表示 她认为在某些方面情况下 应该清理无价可归者的营地 胡青亚说 让人们死在外面的大街上是不人道的 警务经费 莫拉莱斯告诉XEALS记者说 在理想的情况下 她更希望看到警方减少预算 并将部分资金转移用于其他应对项目 如社区工作者团队 或心理健康专家团队 但她补充说到 如果她再次当选 她不打算把重点放在消减警察预算上 她认为这个想法在政治上站不住脚 胡青亚说 她希望增加警察局的预算 并雇佣更多的警官 在毒品检控方面 莫拉莱斯最近投票反对一项 允许西雅图市检察官起诉 低级毒毒品犯罪的新法律 莫拉莱斯说 新法律在扩大治疗和其他服务 以帮助药物使用障碍患者方面做得不够 胡青亚说 他对该法令投赞成票 那么选票呢 将于周三寄出 那么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选举的结果 那么 余鼎你对于这样一则新闻有什么想法呢 就其实就我看下他们这些在政策上的不同面 我比较有可能有想法的会在警务经费这个部分吧 因为其实就这几个礼拜 甚至上前两周 或者是上周甚至这周 其实多多少都有看到在西雅图城市这边 有很多的可能需要警方人力的地方 不管是犯罪或者一些情况之下 尤其是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这两周发生很多事情 比如说国际的动荡 那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冲突的地方 那也有各地也有需要人民 有些他们的人民会站出来 然后会进行一些游行啊 抗议甚至一些活动等等 所以在警务经费这方面 我是觉得 比较可以关注在这些上面 因为其实对于警察的需求 不管他们的人身安全 或者是他们的人力资源来说 都蛮需要一定程度的补足 所以我比较有想法的会是这一块 但其实这两位候选人 我看起来他们其实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好 所以就看就看各位听众 或者是大家有什么 对他们自己的想法 然后去支持就记得 我觉得还是要去投票 那投票是个很重要 就如果有权利投票的话 请使你的公民义务或是什么的 我觉得除了帮助整个社会 也帮助到你自己 所以我觉得蛮重要的这样 我觉得Yudi说的非常对 我个人认为警务的经费的分配 应该确实是应该根据社区的实际的需求 跟我们公共安全的这样一个程度 来进行一个比较合理的考虑 比如说大家普遍觉得 根据最近的Citism App的Alerts提醒的话 大家会发现 其实今年普遍以来 枪击案几乎都是每周都是有发生的 所以可能这个对于公众来说 其实有一个非常 起到一个比较 就是公众会有一种比较担忧的 这样一种情绪吧 但是对 但是就是我可以理解 就他们两个两方竞选团队 其实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比如说胡青亚他想从现阶段 就是说就是说目前有多少犯罪 我就增加多少的预算去解决这个犯罪问题 但是可能莫拉莱斯是想在一种 比较理想的情况下 就是他想从从最根源的情况下 去找到那些人犯罪的根本原因 比如说有些人犯罪是因为他们 从小接受从小被家庭暴力 或者就是说家庭有滥用毒品 这样一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就是说 他觉得我调用资金 去聘请专业的社工团队 或者心理健康专家团队去 真正的去治愈这些人 然后以达到就是说 让他们不去犯罪 让他们心里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他觉得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会从源头遏止犯罪的发生 但是其实想法是非常好的 我们都知道 谁不想就是说 所有人心里都很健康 然后这个世界一片太平 是不是没有犯罪 没有罪恶产生 那就是其实 他这个政策的话 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真正实时到位的话 所以他自己也提到说 他认为这个想法 可能对他的政治选情上面 并站不住脚 可以理解他有这样子的 对 好 那我们就来到下一个话题 就有关华盛顿说 两条高速公路的快车到通行费 可能会有所增加至12美元 或者是15美元 周二呢 交通专员启动了 在2024年初 将防忙的i405和167高速公路 快速收费车道的最高通行费 提高到12美元或15美元的计划 那驾驶者可以付费进入 高速公路左侧的这些车道 以避免 免费普通车道的严重堵塞 但按照目前的最高收费费率 收费车道最近这样堵塞 无法在90%的高峰时段 按照立法机构规定的 每小时45英里速度通行 那工作人员预测 更高的收费会阻止一些事机进入 因此车道对那些进入人来说 会保持快速 但对于成千上万的华盛顿来说 收费可想而知 会是一个情绪化的问题 包括在2016年签署的 4.5号公路不收费 请愿输的3万多人 然而收费问题仍然存在 但为了应对政治热潮 州政府在柯克兰和零恩伍德 增加了一些车道空间 此后就再也没有提高过 收费的标准 而目前RA405洲际公路 零伍德和贝维尤之间的 收费车道最高收费为10美元 167号公路奥本和伦敦之间的 收费车道最高为9美元 那该委员会的副主任 卡尔西周日也提醒到大家说 12美元的最高收费标准 既不能解决交通堵塞问题 也不能解决因道路建设成本飙升 而出现的巨大预算缺口 但他提到15美元的最高收费 将有所帮助 不过华盛顿州的交通部 周二并未公布收入估算 周二的投票结果显示 在伦敦贝尔维尤路段完工之前 WSTOT将把12或15美元 作为2024年的临时收费标准 然后将在2025年 对收费标准和规则进行 半永久性的彻底改革 其中包括可能对单人价值者 收取周末交通费 增加双人并车收费时间 以及最高18美元的收费标准 委员们打算统一从025 得到PR洛普整个50英里区域的 收费标准和政策 做出一些改变这样 那我对于这个想法就是 这个交通阻塞问题 应该在全美各大城市 甚至是任何地方都蛮严重的 我自己在西雅图开车的经验来说 的确某些路段 会有比较严重的赛车情形 可是你说提高 我自己这种提高价钱 真的对于改参这个车道 堵塞状况有帮助吗 我自己没有做太多研究 但可想而知 我自己觉得可能 有其他的措施一起推出会更好 因为不能只单单提升金额 因为其实人民对于这个 金额的敏感度应该是蛮高的 就是你从9块10块 直接拉升到12块到15元 我觉得这对人民来说 应该会有一些反对的声浪出现 所以我觉得除了做金额的调整这个政策以外 甚至比如说一些交通规划 城市的规划或者是教导规划等等 我觉得都必须要跟着一起推出来 我觉得才会确确实实的解决交通堵塞的问题 不然其实有开车人知道 就是这个塞车又下班以后 然后想开车回去 然后要塞一阵子 我其实心情是非常非常烦躁的 但可以可以理解有这样子好的想法 就是先透过简单 比较最基本的 因为价格永远都是最基本 就是最直接了当的解决方法 去改善这个是是可以理解 那不知道 Esther你对于这个提升价格的部分有什么想法 你本身有在开车吗 在在西雅图这边 呃我目前在西雅图是没有 没有开没有开过车 哦也不是没有开过 就是没有自己的车辆嘛 呃但是我有租过车 呃不过我个人对于呃可能我不是呃 我还没有我自己本身还没有车 所以我对于通行费这种东西 还没有太大的概念 但是我呃可以想象就是说 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呃上升了 蛮大的一个一个涨价的措施 我觉得呃配合起就是今年年初的 呃今年年中的一个油价的上涨 我觉得其实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 很无奈的举措吧 因为其实他们并不会因为呃上涨 那么几块钱就减少自己的出行 可能说对可能比如说有些人在 Belleview或者是在呃湖对面上班 那他们每天必须要走那条 每走那个快速路 呃那其实我觉得对这部分人来说 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对他们来说有点不太公平吧 呃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可能 现在政府需要想到更好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呃呃合理规划就是建设其他的路线 嗯之前我是知道就是说好像西雅图这边的呃跨湖的那个桥 好像只有四座是吗从呃东边到西边 东边到西边对对对好像是总之不多 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他们的这个道路的这样一个路线的规划 呃不方便这是导致交通堵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我觉得他们嗯怎么说呢现呃涨价其实这只是一个非常只能说是一个治标不治本 治标不治本对对对这样一个措施 因为嗯随着人口的西雅图是一个人口逐渐膨胀的城市 随着开车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那么嗯之后不管上升到多少钱 可能开车的人还是要每天呃持续进入快速路 然后交通问题可能一点都没有改变 那么就是人们人们还随之付出了更多的成本 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法 是因为像像我朋友住在Belleview 然后他如果要来到西雅图这边 他其实嗯尤其在下班时间 他很不愿意过来一趟 因为他就觉得塞车太严重很不舒服 就塞过来可能就要将近一个小时这样 然后他塞了一个小时 同时又要付这个过路费 他就其实不太愿意过来 但可以理解人 然后我其实最近有听朋友说 西雅图因为我本身也没有车子啦 但是我有听朋友说西雅图的油价 好像目前是全美最高的 嗯就甚至甚至是比加州还高 所以我就觉得对于这些用户者来 就是使用车子来说 一方面要负担高额油价 对然后又要又要多负担这个15到18美元之间的费率 因为可能你有些人会觉得15到18美元跟9到10元 比起来也没有差多少 但其实几乎将近是25%的涨幅 那其实是蛮多 就长期纪念累月下来也不是一笔小的数字 所以啊好消息好消息可能是一些 因为像那个要上班通勤的人在所难免 但那些可能要出去玩的或者是干嘛的 可能就会减少减少他们出游的意愿 但我自己也不认为说这个提升3块5块 会影响到那些人出游的意愿啦 所以这个政策 这个政策实施的结果要怎么样 就还有待观察 但我觉得Esther讲的也很好 就是反而除了价格提高以外 配套措施 然后一些城市规划 道路规划 我觉得相比来说更为重要这样子 嗯 对啊 好的 那现在我们插播一则广告 广告之后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佐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 佐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联系电话 206-920-6721 206-920-6721 欢迎回来 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 家庭暴力夺去了一位花样女大学生的生命 她叫Angelina Train 一名21岁的越南裔女大学生 今年8月 未就被家暴的母亲 被继父连筒107刀去世 那是在西雅图灯塔山的一个街道的一栋普通房子里 一场家庭暴力夺去了这个花样少女的生命 家庭原本是一个避难所 但是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早晨 却变成了令人痛心疾首的犯罪现场 在那个清晨的寂静中 这个屋子里的墙壁挥向着小餐馆 Neil Kane Chow和他的妻子Lin Train之间 关于金钱的争执 以及被遗弃的非理性恐惧 21岁的Angelina Train 是这个家庭里充满希望的灯塔 她正期待着明年从华盛顿大学毕业 但是这时候 她被令人不安的声音惊醒 为了保护母亲免受伤害的本能 将她自己从房间里的舒适被窝里拉出来 直接投入了厨房里酝酿的风暴中 但家庭纷争的不可预测性 使保护者意外地成为了受害者 Angelina勇敢地试图保护母亲免受家暴 却发现自己面临继父难以想象的愤怒 这座房子曾遇她的欢笑和渴望产生共鸣 现在却回想着她与继父Niam的绝望斗争 她的勇敢抵抗最终以悲剧告终 她在厨房地板上受了致命的刀伤 这起可怕的事件并没有发生在他们家的围墙里 壁炉电视录像捕捉到了这场令人毛骨悚然的磨难 描绘了这场致命争吵的残酷画面 虽然Niam的被捕提供了某种表面上的正义 但是引起共鸣的问题仍然存在 Angelina如此充满活力 如何成为家庭暴力的意外受害者 也许家庭动态中的细微差别常常被忽略 潜在的恐惧 未说出口的怨恨和毫无根据的焦虑 在表面下酝酿 只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爆发 如果更早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果有开放沟通的渠道 也许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灯塔山社区正面临着失去安吉丽娜的痛苦 为了纪念它 人们发起了一场GoFundMe活动 讲述它灿烂的笑容 它对学习的热情 以及它致力于改变世界的活动 这次活动的热烈反响不仅证明了 安吉丽娜对于周围人的影响 也反映了社区渴望理解如此深刻的悲剧 安吉丽娜的悲剧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凸显了家庭暴力的连锁反应 首当其冲的不仅仅是直接受害者 还是整个社区的损失 在纪念安吉丽娜时 人们常常会想起警惕 沟通和干预的重要性 因为在西雅图灯塔山 及其以外的每一个寂静的角落里 都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安吉丽娜 她希望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远离家庭暴力的阴影 好这确实是一则 非常的令人痛心的新闻 尤其是这个故事里的受害者 安吉丽娜她还是我的校友 就是她是从 她是明年即将毕业的一位华大的学生 所以这也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痛心 这样一个充满了希望的这样一个 嗯花样处于花样年华的这样一个女大学生呢 能呃会在自己的家里遭遇如此的残暴的呃 伤痛 对所以呃 对就是如果如果呃 在听听广播的听众或者是有朋友有呃 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请就是我觉得可以多多呃 请身边的朋友协助或者是呃 政府应该也都有提供一些管道 或是家暴受害的专线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尽早提到协助 就避免这种憨事发生这样子 对的确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 好 那我们下一个新闻呃 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西雅图水族馆的一个呃 新闻好了 就不知道各位观众或者是Aster 也没有玩过任天堂的这个动物生友会 就那个游戏 可能叫动物之声或者动物生友会 那如果你曾经想让动物生友会的长期博物馆馆长 也就是那个猫头鹰那个布拉德斯在现实中教你认识海洋生物的话 现在听众有机会了 因为任天堂和西雅图水族馆在上个月宣布了一项活动 将带来一些动物之声新地平线的角色 帮助展示太平洋北部的海洋生物 那新地平线中的角色也会被从游戏中拉到了西雅图水族馆 那帮助大家了解西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生物这样 那这次合作呢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2023年的12月31日 游客可以从布拉斯本人那里了解到现场展品的详细信息 也能从其他知名人物透过放置在水族馆各处的大型人偶 来了解这个游戏以及太平洋的生物 那西雅图水族馆位于西雅图繁华的市中心 派克市长的以南坐落在两个热闹的码头之间 是许多游客和当地人休闲的时候会到的一个拜访的一个地方 可以说任天堂与夏图水族馆这个合作呢 最好的特色就是全面升级的博物馆 然后海洋生物区就可以带你去探索这个海洋区里面各种的海洋生物这样 那拥有我的任天堂就是买Nintendo的账户粉丝 还可以透过自助服务机签到获得白金积分 或者是扫描各个场馆之间的QR Code来下载一些虚拟冰果卡 那这个卡也鼓励人们在现实寻找游戏中能捕捉到的动物 那我自己对于这个新闻来讲我觉得其实蛮兴奋的 因为这个游戏最红最红应该我没记错会是在两年前 然后可以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游戏太红了 所以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不玩就是这种家用主机的人 我只玩就是PC game这样 但是因为这个游戏太红 然后加上这个画风自由度 甚至一些他操作的一些逻辑我都很喜欢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想买这款游戏 但买这款游戏其实不是一个最难的事情 因为游戏你可以买线上版实体版都可以 最难最难的是买到那个Switch的主机 那这个主机呢当时是大缺货 就是他原价我们也记错应该 呃为台币来说好 大概是可能七八千台币这样子 可是没有全新的货可以让你买 于是呢我就去到网络上 我还买我买二手主机哦 就是已经很旧的主机 然后是二手的 他开的价格比原价新主机还贵 我甚至还就是花这个钱把它买下来 就是因为我太想玩这个游戏了 对所以 所以这个游戏其实呃 反正我后来就玩了大概一个多月 然后因为就我前面提到 我其实不太玩那个家用主机游戏 就这个月我很投入在玩 可是过了这一月后我就 我就放弃他 所以我那天我那天天堂主机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打开过 所以我就觉得 那时候真的是位为一个风潮 就大家都很抢着很抢着想要玩这款游戏 就我不知道Aster你有没有玩过 呃没玩过但是我听过 你听过是不是 那段时间就是所有人就是都会在 social media上发各种什么 你到我欢迎你到我家来玩呢 对对对对 然后要不要 要不要买大头菜这样 对 然后当时我心想我说天哪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幼稚 大家都玩什么 可能像是幼稚园的游戏 后面发现就是确实可能就是像 呃余里说可能就是他的这样一个 自由度比较高吧 然后正好那个时候就是你说两年前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 对就大家都在居家隔离的时候 那么可能也只有这样一种比较呃 能打发时间的方式 而且就是也是全民参与嘛 所以就是对对 鼓打一个参与 是是是蛮有趣的这样 嗯 但是我个人很遗憾没有玩过 不知道现在玩还会不会 可能会少一点乐趣 因为嗯 因为因为你可能就没有这么多朋友 可以让你去他的岛上买他的大头菜 因为那个就是有点像股价的波 每一个岛的价格不一样 所以可以靠那个发财啊 发家致富了 现在可能没那么多朋友玩就没那么多 但你还是休闲玩应该还是没有问题啦 就是玩你自己的就好 也不一定要就是多有钱这样 是 对那又得准备去这个呃 真实版的动物世界水族馆里面去参观一下吗 有机会我一定会过去看一下 因为那个那个那个 我真的没记错那个博物馆的馆长是一只猫头鹰啊 因为就猫头鹰象征着智慧嘛 所以博物馆用这个猫头鹰作为一个代表的动物角色 我觉得是蛮合理的 所以有机会我也想去找那个猫头鹰拿拍拍照 或是拿一些这个虚拟宝物 或者是那个冰果卡来看看 然后我可以久违的打开我的任天堂主机 然后把这个东西 从看能不能找回重新找回热情啦 对啊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期待 Yudi到时候呃参观完了之后 能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呃 那段有趣的经历 有问题 好那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 经县成立新办公室 旨在防止社区枪支暴力 西雅图一家日拖中心的数十名儿童 在枪击事件中爬到安全地带后不到24小时 经县领导人周二上午在开会的时候 讨论抑制枪支暴力上升的方法 经县行政长官道 长官呃 康斯坦丁与社区团团团体 以及经县治安官办公室和港警医疗中心的代表 一起参加了活动 康斯坦丁宣布成立了一个新办公室 即预防枪支暴力地区办公室 旨在防止枪支暴力 为Skyway地区和西雅图东南部服务的非盈利组织 Urban Family的执行董事 Shantel Patu表示 他的团队对枪击事件做出反应 并确保孩子们有安全的方式上下学 该组织是西雅图社区安全倡议的一部分 已在社区内提供资源15年 帕图周二表示 昨天正如你所知 西雅图中央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我们的社区团队 通道团队对于这起事件做出了回应 然后也立即返回工作岗位 好像这是很正常的一天一样 这是不正常的 我们带着创伤 我想强调我们的团队在这方面需要支持 根据京县最新的枪支暴力报告 2023年已有37人死于枪支暴力 另有112人遭到枪击 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 去年有20人遭到枪击身亡 79人遭到枪击但幸免于难 该报告收集了全线20个机构的信息 但显示大部分 大多数报警电话仅来自于其中8个机构 包括西雅图 澳本 德梅英 联邦路 肯特 伦敦 和塔克维拉 去年一半以上的枪击受害者和枪击报警 都发生在西雅图以外的地区 上一份报告是7月份的第二季度报告 第三季度的数据 预计将于本月公布 新命名的地区 地区防御防枪支暴力办公室主任 Elan Elanthra Litch说 如果我们不各尽其则 就无法结束枪支暴力 今天到场的各位显然也在尽自己的一份力气 如果我们齐心协力 我们就能结束枪支暴力 本周一 一名47岁的男子 在23街和杰克逊街附近遭到枪击 数十名儿童在中央去了一家日拖中心 A4Apple Learning Center逃生 该男子被送往医院 枪势严重 没有儿童受伤 子弹射穿了学习中心的窗户 孩子们已经在那边练习过 紧急情况如枪击时的应对措施 我再也不想经历这样的事情了 共同所有人 阿波洛尼亚华盛顿说 我们能派巡逻队吗 能派警察走过吗 好的 这则新闻呢 其实让人又喜又忧啊 首先是提到了 这本周又有一个强际事情 而且就是居然还是发生在儿童的学习中心 这是令人 这是非常令人感到不安的 但是呢 我们也很开心能看到 经线领导人在枪击事件发生不到24小时之后呢 立刻宣布成立了一个新的办公室 虽然就是还没有提到说新的办公室会真正采取怎样的有效的措施去遏止枪支暴力 但是就是至少我们能看到有这样一个office的存在了 那么我们也期待他们未来的一些表现吧 那么余顶你对于这个新闻有什么看法呢 确实我觉得枪支问题可能在美国任何地方应该短时间都得不到太大的改善嘛 因为其实尤其是在校园发生的枪击案 我觉得是可能人们普遍最不愿意见到 因为校园如果校园发生枪击案 那代表这些幼小的儿童 就是这些还在茁壮的孩子们就是体检被制止遏止的生命 那其实非常可惜就对他们来讲 或是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这样 然后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名人或者是一些 像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加州荆州勇士队的教练Steve Kerr 他在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吧 有一场德州的校园枪击案发生后 因为那个对于我觉得对于有些美国人民来说已经疲乏 就是每一周每一周都不断的不断的在发生 有听到校园枪击案的状况 那那个金总市队总教练其实在赛后 因为NBA球队结束比赛后都会跟赛后受访 有记者就问到这个问题 然后他其实当下就也讲不出话 因为他非常非常难过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在为了枪支这件事情 做了很多的努力跟一些推广 就是不要滥用枪支这件事情 那的确很开心看到塞亚图这边政府 或是这个警察机构很快做出了反应 然后成立一个组织去应对这次的事情 所以但我觉得最终最终还是希望 就是这个组织最好永远都不要出现 不是说因为它出现不好 而是说因为这个组织 没有这个组织代表没有这种枪击案发生 所以很厉害有这件事情 对对对问题消失 就不需要再生出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组织去应对它 所以对啊就是枪支问题可能在这边 真的还是比较复杂 而且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样子 对对枪支暴力案 枪支暴力在美国确实是一个尤其严重的问题 所以可能就是我们在美国之外的 其他地区很少会看到政府机构里面专门成立一个预防枪支暴力的办公室 应该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应该比较少有这种枪支暴力的问题的 因为不用说亚洲 亚洲基本上没有不太会发生枪支案的那个案件 可是像西方社会美国应该是很常见 那欧洲社会我不太知道各个国家 或是欧盟有没有对枪支作出规定 但是也比较少在欧洲那个听到这样子 所以对就是希望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就太遗憾了啦 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 就你可能第一次听到第二次听到你会震惊 可是长久以来下来 你会因为听到这种事情感到疲乏 那人们会对政府失去信心的时候 就会越来越少人关注这件事情 或是怎么样 我不晓得 但是我觉得会有可能这样的状况发生 所以祈祷不要再有类似的情况再度出现这样 好的那我们共同祈祷 好的那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无论是口感细腻的温和微辣 还是吃到泪流满面的特辣 爱吃辣的您不要错过 McDonald's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再次回归 混合成年卡燕辣椒和红辣椒 Spicy Chicken McNugget 微妙而火力十足的辣度 定会让您越吃越过瘾 现在消费满五元可获八折优惠 仅限APP 活动至23年12月31号结束 仅限参与活动的McDonald's 每天可有效一次 不含税 必须加入酬兵计划 我要告诉大家有关COVID-19的重要消息 这可能对你我都有影响 你也许听过COVID-19的紧急状态 在5月11日结束 但请别担心 所有人仍可免费获得联邦提供的疫苗 保险公司只会支付居家检测试剂盒的费用 直到5月11日为止 因此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 是否之后仍继续承保 请致电1800-525-0127 并按警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来到下一个新闻 西雅图市中心集会吸引了大量亲巴勒斯坦的抗议者 周六下午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带来的痛苦和紧张局势 成为西雅图市中心的焦点 几个活动团体在西雅图公园领导了全力支持巴勒斯坦集会 并在街道上游行 有时占据了两三个街区 那这次集会是在圣地战争进入第八天之后举行的 以色列军队轰炸加沙领土 以报福哈马斯10月7日的致命袭击 并命令大量平民在预期的集会之前 撤离加沙部分地区 地面进攻战争已经夺取了至少3500人的生命 其中包括了许多的平民 西雅图西湖公园集会开始时 人们举着巴勒斯坦国旗和标语牌 上面写着 当人民被占领时 抵抗是正当的和结束占领 扩元器里播放着音乐 公园附近部署了一些警察 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人群明显增加到了1000多人 在一系列的演讲中 演讲者呼吁在西雅图举行和平抗议 同时还表示巴勒斯坦人有权在以色列争取自由 那乔拜登总统 包括杰英斯利州长在内的地方领导人都表示支持以色列 一些犹太组织本周在西雅图地区举行首页活动 包括西雅图在内的美国多个城市的执法部门表示 他们已加强了对犹太礼拜场所周围的巡逻 尽管发生在距离美国数千英里之外 但尾巴的冲突 其背后长期存在的不满情绪 其实已经渐渐地扰乱了包括西雅图在内的美国社区 上周日有数百人聚集在柯柯兰 一群群的示威者在街道两侧 挥舞着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旗帜 有一些人发生了短暂的混战 那警察一度还向人民释放了胡椒球的生物刺激 周一晚上数百人还聚集在贝尔维尤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那里散发了写有西雅图与以色列站在一起的标语 而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在周二于德赫西西奈圣殿举行的所谓活动前 也发出了反对反犹太主义的警告 并表示警方加加上在当地犹太主持的警力 就是针对这种战争的新闻 其实这两周来大概听众们也都陆陆续续有看到一些报道 一些消息很不幸的在这场战争中有很多的 呃身亡者是平民而不是军队的军官或军人这样子 所以呃可以理解说巴尔斯兰人民 对于呃以色列攻打那个加沙地区有一些维持跟想抗议的心情 然后同时也能理解就是呃以色列人他们 也有想要反对的理由就是两边其实的立场都明确并且可以了解 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核心他们想要表达核心内容 其实都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斗争或干嘛 而是确保两个国家的人民不要在这场 就是平民们不要在这场战争中失去呃太多的这些生命 所以呃游行什么的都好 但是像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些发生小动作那就尽量避免 因为你可以和平的表达你的议题你的倡议的话 其实是最好的这样 那Aster对于这个新闻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或想法吗 呃其实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新闻是在TikTok上 就是我有看到一呃其实当时还是挺震惊的 因为看到有人拍视频就是呃哈马斯的的火箭弹 直接就是飞到了以色列的一个呃音乐节的现场 就是你可以从从从下往上按可以看到很多空中 有很多火箭弹的存在 然后那个时候音乐节的人们其实还没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然后结果后面就是说就说这个音乐节伤亡惨重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呃普通民众 还有就是从国外来的并不只是以色列呃民众 那我觉得呃尽管说两国之间可能有一些历史的冲 历史的那种原因呃遗留问题对 比如说他们宗教还有他们的种族领土 这方面都有很多很多就是矛盾 但是这也不是说哈马斯针对于无辜的民众进行一个无差别的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呃呃呃攻击的这样一个原因 对我觉得就是明呃呃在不管在什么战争中民众还是最最无辜的 嗯确实确实确实 当然同时就是呃后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了新闻就是基本上都铺天盖地了 然后呃在我们学校呢其实也是我记得是上上周五还是上周四的时候就是呃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很很大的广场叫做 嗯嗯red square 红厂红厂红厂上呢就有呃两方势力就是两方的支持者在呃当场示威 那么其实就是我我听说也是有小型的冲突啊虽然也不能说的多严重 但是就是呃这个气氛还是很紧张的 然后其实其实嗯作为嗯怎么说呢作为一个嗯围观群众就是因为 我们也不是说呃这两方的跟这两方更任何一方有有什么关联嘛就是我们嗯从一个旁观者来说的话就还是希望希望战火能平息吧就是希望他们的和平解决他们的问题至少不要有更多的无辜无辜的民众要为这种事情付出他们的生命了嗯可以完全认同 Ester讲的这些话就是和平诉求求不要影响到这些人民他们是无辜的 对确实 好那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西雅图值得拥有一支NBA球队 可莫新闻资深记者克里斯丹尼尔斯和呃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情呃如果NBA还需要进一步证明西雅图已经准备好重返NBA赛场的话那么周二的比赛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场不计入积分的比赛中可以理解的是快船队和爵士队在下半场让他们的球星休息 但西雅图的球迷们表示在他们心爱的超音速队回归之前他们绝不会休息 去年NBA首次在气候承诺球馆举办表演赛 这固然很重要但第二次还能带来同样的活力吗 这证明NBA重返西雅图后将会得到怎样坚韧不拔的支持 快船队老板西雅图人斯蒂夫·鲍尔默振奋人心的演讲让气候承诺球馆致始至终都在摇摆 这也不难看出西雅图人对于篮球的赤密程度 当然这只是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的外部验证 这里要从气候承诺球馆说起 这个球馆解决了超音速队离开的最大障碍 并且在15年多的时间有望重返赛场 该场馆已建成了NBA更衣室 爵士队和快船队对此对其加以大加赞赏 布曼尼说这个球馆很不错 快船队年轻的电动后卫邦斯·海兰德说 我们一走进这里灯光就很亮 感觉就像一个篮球馆 所以这很棒 这种感觉是很普遍的 快船队首发大前锋罗伯特·考文顿说 这是一个美丽的球馆 一个美丽的地方 比我们去过的一些真正的球馆都要好 考文顿曾为存在波特兰开拓者队效力 对于西北太平洋地区并不陌生 因此一个球员们喜爱的先进场馆 一个在他们最后一次登场 15年后仍然在为球队摇旗呐喊的忠实球迷群众 以及一个需要NBA特许经营权的地区内的大型媒体市场 当NBA准备就绪时 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NBA总裁亚当·肖华曾多次公开表示 一旦达成下一份媒体版权协议 NBA将考虑过扩张的想法 到目前为止 肖华绝对遵守了他的时间表 他经常提到第一步是联盟的集体谈判协议 今年早些时间联盟已经完成了赶协议 因此在西雅图球迷等待的同时 他们也可以通过继续表现出坚定不移的支持 而得到安慰 尤其是在周二晚上观看NBA直播的情况下 他们已经尽其可能来实现这一目标 因为归根结底 宽船队主教练太卢说得最好 我们值得拥有一支队伍 那么其实我非常非常好奇 Yudi对于这个新闻的评论 因为其实我个人就是很早很早以前才 就是只看过 就是在那种我们那边的电视台里面 看过NBA的比赛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有 我记得西雅图是有一支球队叫做超音速队的 只不过后面就是 具体他们为什么解散了 然后其中的原因我也不太明白 那么想听听Yudi对于这个新闻的看法 我其实觉得西雅图真的缺一支NBA的队伍 因为就其实你讲的没错 就是曾经西雅图有一支篮球队叫西雅图超音速队 然后他们那时候 就他的末期他的一个当家球 就他其实一直也出过很多很多的很有名的球星 然后这支球队 我明天说一个在末期的时候 他也出了一个现在很有名的球星叫 Kevin Durant 就是目前效力于布鲁克林篮网的那个 Kevin Durant这样 对对可能多少有听过吧 很有名很有名对对对对 然后到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就 然后整支球队就不见了 我不知道他是解散还是就一组 就是去到别的城市去 但是我确实觉得西雅图 还就需要一支NBA球队过来 因为西雅图现在有棒球队嘛 就是水手队嘛没记错的话 然后NFL他有西雅图的那个海英队 那NHL就是那个NHL我不知道有没有啦 但是我觉得NBA球队 因为我去西雅图我就一直觉得 这个城市其实就很适合 有一支NBA球队在这边 因为在China Town以南那边 不是有一块体育园区 就有两个场馆 然后都是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办比赛的地方嘛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很适合 在一个NBA球馆放在那边 然后大家就是各种运动都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那个感觉蛮好的 因为我前阵子去了Minnesota 那Minnesota它的Downtown里面 就是有它的棒球队跟篮球队 它们的场馆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那整个园区就变得就很生气蓬勃 因为就是偶尔这里有比赛 偶尔那里有比赛 当然棒球跟篮球既不会分开 但是整个那个就一个体育园区 看起来就生气蓬勃 我觉得就很棒了 所以就蛮希望这个西雅图也有照一日可以 有一个这个NBA球队回归 因为我不知道他前面提到这个气候这个球场 你知道在哪里吗 Ester就是他这个球场的位置 呃这个应该就是呃 其实这个我不太确定了 但是应该是在呃你说的就是 就是流民球馆附近 对对对对对对对 OK 对啊 然后像这个快船队的老板 就是Steve Bomer 呃有提到他是西雅图人吗 嗯那 他应该不太会有再一次球队 再买一次球队来来来操作了 但是但是因为像呃 现在很多城市其实也慢慢的有在跟就是NBA 就是这边提到那个Steve就是那个总管在讨论说要不要新的 就另外一个城市是呃 Las Vegas也有在想说要不要有一支新的球队 因为呃 NBA毕竟从以前到现在他逐渐也发展成美国四大体育中的呃 应该有可能是位居第二名的这个商业的商机的一个联盟这样子 所以其实各大城市也多多少少都开始有想要把就是至少放一支球队 因为其实有些城市有两两到三支球队 对像 LA LA就有两支球队嘛 其中一支就是这个Steve Ballmer 然后另外一支就是大家所知的胡人队这样 所以呃 就有些城市或是有些州有很多的球队但是 华盛顿州西亚图就缺少了那一支NBA球队回归 而且他们也有足够的历史底蕴或者是球迷 那让这个联盟就NBA联盟知道说其实回来是有效的 因为他们曾经也有一支非常非常有历史并且有文化的球队存在 所以我觉得回归应该指日可期 可是指日可待啦可以可以期待一下这样子 对啊 对确实好像呃就是Pacific Northwest这附近这一片区好像只有波特兰有一支球队 对吗 我看对对 新闻里有提到说是开开拓荒者 对对开拓者拓荒者 对对对对对 他们最近也走了一个当家球星 去到密尔瓦基公路队 对对所以这里这里的市场 很有潜力啦我觉得很有潜力 对啊 确实 那那我们下一个新闻就刚好提到波特兰嘛 我们就来讲一个波特兰的甜甜圈 好那波特兰有一间叫Voodoo的甜甜圈连锁店 计划在西雅图开设第一家分店 那以大牌长龙和古怪口味 和文明的Voodoo甜甜圈 正在计划首次在西雅图的扩张 那本周三这家总部 位于波团的公司确认 计划会在西雅图国会山松树街 和米诺尔大道交汇处的 布克大厦至少 租用一个2600平方公尺的场地 作为开店选择 不知道这个Aster 有没有吃过这个甜甜圈 因为我本身没有吃过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新闻以后 我就去网路上搜集一下 这个Voodoo甜甜圈的样子是什么样 然后发现这家甜甜圈其实蛮酷的 它的整个店内的设计风格是以 因为Voodoo就是乌毒嘛 就乌毒娃娃那个乌毒 所以就有点比较宗教文化 因为宗教特色一点的一个设计 然后里面有各式各样的 带点细皮的随性风格的装潢 甚至它的甜甜圈 也会把它做成一个乌毒娃娃 然后做一些装饰 就看起来蛮蛮蛮有趣的 然后因为我没知道 就是波特兰其实是一个蛮有CPU文化 然后这种文化非常盛行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种甜甜圈有一天 就即将在西雅图开幕 我是蛮想会去一探究竟的 那Aster你觉得这家店 或者是这个新闻 你有什么想法吗 其实我在今年夏天的时候 正好去了波特兰 然后这这家店这家店的话呢 他其实是几乎我就是我搜的那种旅游的攻略里面 几乎每篇攻略里都出现了 就是他应该是属于那种地标型 就是说你你必去的那种店之一吧 然而很可惜的是我并没有去 就是因为为什么排队太长吗 呃一来是听说可能会排队 二来就是说行程安排的问题 呃他这家店好像是在 嗯就是呃波特兰城市是有呃 跟西雅图类似就是说他中间有条河 然后分河的西边跟东边 那么我那当时是住在呃 住在好像住在东边吧 然后这家店是在西边 所以当时就很可惜没能去到那边 对当然也也正好 就是如果他能开到西雅图来的话 那我还是有有机会能尝尝到一下 不过据说因为他的嗯 对就据说很甜了 如果你特别喜欢吃甜食的话 应该是会很喜欢的 自从自从美国的这种甜点店 应该会可想而知 就是甜到一个爆炸 就不管是什么Duncan Donuts啊 这种什么Crispy 什么Donuts都都很甜了 对然后这家店的地点 其实开的也蛮好的 因为他之后开这个地点就 你步行可以到西雅图会议中心 对在Cablock Hill 然后你步行都可以到什么Teraflata 星巴克旗舰店 这些热门景点 所以其实就我觉得相对来说 西雅图的朋友们 或者是来西雅图旅游的朋友 就是可以在这个地区就体验到 除了西雅图本地的这些文化 或者这些店面以外 你也可以体验到这个来自波特兰的一个甜甜圈店 我觉得是个蛮好的体验 就你不用大老远的跑去波特兰 因为可能 其实没有很远 大概两个多小时 但是毕竟是一段路程 对啊 所以我觉得开的地点很棒 因为那边也很多 可以参观或是玩 或者是买东西吃东西的地方 所以是个很好的地点 这些就蛮期待的这样 确实 好的 那以上的新闻内容 是由Aster和Yudi为您报道的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本周新闻热点 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听 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下周再见 大家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